雪兰儿的市庚庄目前正是稻谷收成的季节 不过当地的沙白和刮雪这两个县的稻农 现在正为稻谷的价格下滑 严重影响收入而愁眉不展 树生民稻农今天就在民主行动党市庚庄州议员黄瑞明的率领下 针对股价下跌到市庚庄国家稻米公司和平请愿 并抗议农业部控制股价 稻农辛苦耕种了半年 现在终于盼到了手机稻谷收成的欢喜时刻 但是却经文稻谷价格下跌 这不仅让人纳闷 白米市场价格稳定 为何稻谷的价格会下跌呢 现在稻农只希望能讨回一个公道 避免自己成为被割削的一群 让自己的日夜劳累 心情耕种能换得应有的收获 大约60名稻农在市庚庄州议员黄瑞明的率领下 在当地的国家稻米公司外头请愿 抗议稻谷价格下滑 目前普通稻谷从每100公斤135令吉 下滑至115令吉 谷总则从每100公斤138令吉 降至125令吉 严重影响稻农收入 我们要问为什么 明明可以这一刀能够收1250块 向农民收后卖1250块 可是本来却向人民买1150块 为什么我们要问多么 请多么给我们一个和一个解释 黄瑞林也致函要求农业及农机工业部长解释 谷总分配不打新政策 被两家私营公司垄断的理由 参与和平请愿的稻农也申诉 国家稻米公司罔顾了稻农的利益 根据我的看法 这一刀稻谷所以会下降 原因就是 Pernas进口过量的外国民 所以其中的原因 另外劣质谷种则让农民 饱受风吹谷的困扰影响收成 市根庄拿破了三大种族的重道人希望 稻谷价格能恢复上一季的水平 让农民权益获得保障 8个空间 料理里 雪莱河市根庄报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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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